会议是基于到上周末这个形势非常严峻 现在很多医院其实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了 那么现在不出现北京 大家看昨天下午4点 北京招募所有退休的医护人员从访岗位 所以现在广州也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第一波是非常严峻的看来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躺平了 其实才是开始 那么从昨天我跟王汉英通话一个小时 我们打算的就是美国是去年7月份放开的 那么放开以后呢 第一波症状都很重 就跟我们今天的症状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美国基本到第9波第10波了 所以现在几乎没什么症状了 连鼻祖都不会有 但是第一波症状都很重 但是症状重呢 总体呢病轻 所以大家要让每个员工都知晓 但是这一波肯定是重的 所以呢我们从个人防护 今天谈的第一件事就是个人防护 保护好你自己 保护好家人 那么感染是不可避免 但是可以让感染症状轻 那么现在美国的指南的要求就是全程佩戴口罩 在家里有感染者全家人佩戴口罩 包括感染者 在公共场合全程佩戴口罩 在工作岗位全程佩戴口罩 除了进食啊这些 尽量大家都佩戴口罩 为什么这个美国的研究表明 低载量感染和高载量感染产生的抗体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高载量的这个病毒感染的话 就是浓度高的感染呢症状重 所以我们要力增做到低浓度低载量感染 这个就是我们防护的第一措施 然后每次接触病人和外出一定要洗手 这两个措施做到位 基本上感染呢肯定是百分之百 但是就是他的这个症状就重了 所以这个是大家每个人知晓的 原来我对这块认知也是不够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 那么肯定感染是百分之百的要被感染 而且要感染四五波 这个是大家做好准备的 所以但是一波症状比一波轻 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月内 面临的全是第一波 那么第一波症状就很重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 关于重症的诊断 因为第一波的重症要比第三波以后多 这个是无用质疑的 无论现在那些专家们怎么说 从全球的情况看来说 放开的第一波症状都是重的 而且相对来说重症也是多的 那么现在呢重症的诊断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了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重症肺炎 那么重症肺炎怎么发现呢 就是养保家 就是我们养保家 所以美国在后面是人 每个家都有养保家 对对对就是夹在手指头 那个纸墨养的养保家 第一九十就是九十以上 基本都不用关注 但是第一九十 尤其掉到了八十五以下 要紧急就诊 这个是大家都要明白的 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的员工 包括我们的会员 每个家背一个养保家 那个家也很便宜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快速的 调养保家过来 但是一定要用医用的养保家 那如果员工吃的时候 就吃什么了吧 咱总你静一下音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那个养保家特别重要 就是放在手指头上 每个家庭有感染的 一定要背这个养保家 要通知我们所有的会员 要背养保家 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这一波的重症 它的唯一诊断 根本不需要到医院 就是自检 所以美国为什么 他七月份放开 他敢放 他是前期做了大量的国民准备的 家家都是背了养保家的 所以呢 他没有养保低 是不到医院就诊的 所以要尽量减少到医院就诊 第一波到医院就诊 第一医疗对击 第二根本得不到救治 所以死亡都死在 这个医疗击兑上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清楚了 那么诊断症症和轻症的 他症状再重 他都是轻病 但是前提 一定要去排除那些重症的 特别家里面有老人的 一定要被养保家 所以今天我们会紧急调货 因为一定要买医用型的 不然又是商业化的养保家 又是没用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好 那么就是怎么对症 那么从这 从去年七月份放开到现在 整个医学界的共识是 对症 不要用复杂的药 越复杂也危险 抗生素绝对不能用 只能用克感敏和泰诺这一类的 那么现在呢 什么清温胶囊 千万不要用 因为他的肝毒性 已经在上个星期的 Nature杂志上已经发表了 他的急性肝损伤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也不去推荐 但有些人非要买 我们有也卖 但是我们不要去弄 这些中药的东西 因为肝损伤 因为这个病人 一发色第一波的时候高热 高热的时候 肝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所以这个时候对肝脏的打击 容易导致肝衰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特别 每个员工都要清楚的 虽然我们不去宣传 但是我们不推荐 能理解啊 但是我们员工 你必须知道 不要去吃很多药 好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对症了 那么对症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大量饮水 和足够的营养摄入 因为第一波高热 特别普遍 美国也是的 放开40度 基本占到所有感染者 有症状的90% 都是高热 那么高热呢 它大量就是丢失水分和耗氧 还有消耗能量 所以呢 饮水 就是我们就特别重要了 就是MDT 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是饮水 加上 一定要饮食 热卡一定要足够 所以这个热卡就很重要了 那么热卡的补充方式呢 就是少食多餐 这个现在指南都出来了 那么少食多餐怎么做呢 因为它一发烧肠壁一定水肿 所以它吃不进去的 那怎么办呢 少食多餐 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段时间的话呢 反过来不要去吃大一大肉 以真制品为主 这个都是大家达成共识的东西 以真和煮的食品为主 我不知道大家都听清楚了 这个是饮食上的特点 那么一般来说 三到五天 大部分人就开始好转 但是只有极少数变成重症 好 那么关于重症的治疗 现在也清晰了 那么重症呢 一般来说 六十五岁以上症状重的病人呢 有一个药啊 这个是个特效药 那么可以使用 这个药叫 我可以专门发给我了 这个是美国辉瑞的 但是美国辉瑞呢 免费给中国使用 所以呢 配方都给到了中国 所以 对啊 现在免费让中国是去仿治了 一会儿 因为这个药呢 现在可以用啊 但是那个呢 一般人都不主张用 是哪种情况呢 已经有呼吸困难 然后症状比较重的老人 是主张用这个药的 一会儿呢 我再仔细看一下那个药 那么是有特效药的 但是真正的治疗啊 大家看来到医院 就是有呼吸衰竭的 我指的是重症肺炎的病人 有呼衰的病人的治疗呢 现在也是规范化了 经过这三年 小剂量的急速 使用三天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之余 也不用用其他的药 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基本上两到三天 基本是百分之百的环节 能清晰啊 好清晰了啊 那么所以全院的医生护士 都必须知道 就算是重症 要需要拉到呼吸机的 在这一波里边 罕见 叫罕见 但是重症的治疗 如果来到医院了 是重症的 大家知道 现在因为国家前面都忙得起 在防 根本在治上就没动脑子 所以现在民众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知道 重症就是急速 而且是小剂量急速治疗 那么小剂量急速治疗呢 一般就静脉给药 其他的药 国际指南都不建议 因为这一波 第一波冲击的时候 症状普遍会重 重症率也会比后面高 这个我们必须清洗的认识到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不要用复杂的药 因为一旦高热的时候 大家知道肝脏是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用这些中成药 急性肝衰的几率增高 所以大家不要去推荐病人 用那些中成药 大家清洗 尤其什么什么清温 什么什么胶囊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家居家的话 就重要的 因为高热产生的 就是全身酸痛 高耗氧高耗能 所以大量的饮水 保证足够的热卡 然后饮食呢 尽量不要吃煎炸油腻和辣的 就特别重要 以针和煮的食品为主 这个大家都要知晓 每个员工都要知晓 会员都要知晓 那么关于重症的治疗呢 现在也是很清晰的 跟现在国内那些东西 没那么复杂 重症的病人 这一波的重症 一旦发现重症 小剂量急速治疗 两到三天 基本99%就缓解了 就很少的一部分 要拉呼吸机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一旦出现重症来到我们这 我们就知道 他来就是急速 但是不是大剂量急速 是小剂量急速 大家确切记住 因为现在中国的ICU里面 都是大剂量冲击 冲击以后呢 骨头坏死就特别多 老年人呢 就基本上很多就病发骨头坏死了 所以现在美国是小剂量静脉急速 一定不是冲击治疗 另外呢 如果没有症状的 不需要特别注意 有症状就有传染性 现在美国的发现的 没有症状的传染性很低 所以有症状的 即使上班 他戴口罩 几乎也没多少传染性 但是有症状的就有传染性 所以有症状的回家居家的话 防岗的基本条件在美国 就是测试抗原 阴性就可以反感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是做这几件事情 所有的工作 就是减少会员来着就诊 我们就赢了 减少他们去冲击 因为医院是病毒栽量最高的地方 所以尽量减少到医院 所以一定我们马上 后面就来布置线上就诊 和线上咨询 那么我会亲自 看看大家现在的频度 是两天一次 还是什么一次 每天我会固定时间 让大家上线 打一解惑 那么这样我们做 这两个星期 其实过掉 后面就不要紧了 就是这两个星期 后面接下来的这个星期 和下个星期 是考验最严谨的 过掉后面 其实就进入第二波感染了 第二波感染了 症状就明显轻了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紧急会议 到这就到这个地方 其他人有什么补充吗 要不要被点成了两页 因为我觉得整个热排 很重要 特别老人 老人一发烧 基本吃不进去 刚刚这个王丽亚主任说了一下 就是那对根本就吃不进去的 老人和孩子 营养液是肯定是可以的 小加上很好 锐能的热卡 小加上其实都相似 小加上味道好 口感好 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群里的人 李博 陈总 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现在目前这些老年人 如果他有这个发热 然后有这个类似症状的 我们现在接不接收 大家看就是杨宝家就特别重要了 如果杨宝低的肯定得收 我们今天还会进一步布置 就是那个就阳性期域 现在所有医院都有专门的阳性期 但是也就两天也就 阴性期两天也就阳掉了 但是如果中症的 我们肯定还是能收 因为现在所有医院都要收 所以肯定收的 我都明白了 但是尽量让病人在家自测 自检 被抗原 然后呢 就来测杨宝家 对症 然后我们在线上尽量的视频就诊 视频的对话 以白衣解惑 所以现在瑞奇德医院 是任何时候会员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全力以赴去帮助 医院是最不安全的地方 医院一定是载量最高的地方 因为低载量感染获得的抗体 和该载量获得的抗体 是一样多现在的研究 但是症状完全不同 传染性完全不同 不来医院就对了 来基本上中标率70% 院长给批讨一下 昨天我看到一个 他是说就是得这个病 一定要保证睡眠 就是一定 怎么知道 对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用一点 用一点 艾斯座能 安定内的 睡眠特别重要 睡眠好的话 基本两天 症状就清了 就备个七颗 对 打包 对的 睡眠很重要 到时候我们那个药包里边 我们就会备睡眠药 大部分人的吃半颗就行了 但是为一家备个七颗 标准量 因为睡眠特别重要 好 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历叶西啊 安定啊 艾斯座伦啊 这个肯定是要背给大家的 因为他疼 很多人根本睡不着 但是睡不着 症状就会加重 好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 陈总李博 没有 好 我都说清楚了吗 没有 刚才 刚才院长说的 重症的 有这个阳性的 就尽量都在家里面治疗 我们在线上给你指导 对 就是这个意思了 尽量在线上治疗 对 所以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人 就转播我的瑞奇的医院 医见 全都全都做到一对一的转发 因为一定正确的引导 这是里边组织的核心 因为大家的恐慌 是因为症状 如果他知道 就没问题了 好吧 好 现在没有 就到此结束 所以的人 今天再会 再听的人 一一的传达 传达给你周围的人 传达给家人 好吧 好 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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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